我叫郑翠翠,今年23岁,在我们家里这边 结婚都早,我也不例外,去年结婚后 就怀了孕,现在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了 这个年纪就结婚生孩子,说不怕是假的 但是还好我婆婆比较会照顾人,关心我 我老公常年,在外地工作,赚得比家里多 不缺钱,有人照顾的情况下 我的日子过得还算是不错,而且 我的同龄人,生下孩子之后,很容易没有奶水 我却不一样,我生下孩子几天后,奶水充足 很多时候,孩子都吃饱了,我还有很多 每次都不得不自己用手把奶水挤出来 防止堵塞,婆婆经常夸我,是好福气,会生羊 再加上,我生的是个大胖小子 婆婆便更喜欢我了,村里人也都说我命好 我命好不好,我倒不知道 只是觉得日子这样过得还算是可以 只是,孩子现在出了月子,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奶水太多,乳房半夜胀痛之际 总会想着和男人缠绵,在我这个年纪 正是需求旺盛的时候,也难免会想着 可是,每次想要的时候,男人都不在身边 我心里是真的难过 为了第二天能够有精神照顾孩子 我还必须让自己早睡,没有这多的念想 日复一日,心里难受的厉害 喂,老公,你啥时候能回来呀 今天老公下班 破天荒地打了个电话回来,我心里开心 赶紧接起电话,听着电话拿头的声音 媳妇 我过年就回去了,你别着急,就剩两三个月了 你怕啥呀,老公在电话,这头安慰我 语气带着宠溺,我心里一酸 带着些抱怨的说道,谁家一出去就一年 平常过节也不能回来,非得等到过年吗 那能怎么办啊,媳妇,我在外面多赚点钱 就为了让你和我的大儿子过上好日子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想我 我这不是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吗,听话啊 在家里好好的,匆匆说了两句 老公因为那边有点事情,又赶紧挂了电话 我这有点事,我先把电话挂了啊 有时间再给你打过去 那你注意身体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电话就已经传来了盲音,看着已经挂断的电话 又看了看身边熟睡的孩子 我心中忽然一阵难受 眼角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都说家里有钱就行 可是家里没有男人在身边的感觉 谁又能明白呢,因为老公的这个电话 我对那方面的事情更加向往,更加冲动了 于是躲在被子里,自己挑逗自己的身体 也有了一些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解决 虽然有些生疏,但好歹能够缓解一下 总比一直忍着舒服多了,第二天一早 因为是村里的大吉,婆婆出门买菜 我起床收拾了收拾,准备做点饭菜 等婆婆回来的时候一起吃,可是刚准备去厨房 家里的门就被敲开了,脆脆,在不在 在屋里呢我,喊了一声,说明我在这里 屋外大娘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男人 怀里抱着正在提哭不已的孩子 是村里的孙大娘和他的儿子 孙大哥今年也是刚生了孩子 跟我们家孩子年纪差不多 但是我听说,孙大哥的媳妇奶水不多 总是给孩子吃奶粉,现在把孩子抱在我面前 我也大概猜到了一些原因,脆脆 我们家儿媳妇没奶水 本来是给孩子冲着奶粉喝的 结果今天他死活,就是不喝这个奶粉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你 想让你喂喂孩子,这不吃不喝的 也不是个事啊,孙大娘着急的不行 赶紧拉着我的胳膊说道,我也是有孩子的人 怎么忍心看着孩子哭成这样 于是一把抱过孩子,掀起衣服,就给孩子喂奶 说来奇怪,孩子一下子就安静了 孙大娘一看自己孙子,这样拼命地喝奶 露出了小模样 哎哟,这傻小子 知道你奶水足,卯足了劲才喝呢 真是个小滑头,孩子都这样 好不容易吃到了奶水,轻易不松口呢 孙大哥在一旁看着我笑呵呵的,也跟着我说 孙大哥这一说话,我才注意到不妥 刚才我因为着急,直接掀起衣服 什么都没有避讳 但是毕竟孙大哥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我又是刚新婚不久的女人 这样实在是太尴尬了,所以我赶紧弯了弯腰 把衣服遮挡在前面,不想让孙大哥看见更多的 偏偏不巧,这个时候我婆婆回来了 孙大娘听到门口有动静,一拍大腿 就知道是我婆婆回来了,赶紧出去迎接 谁知道这两个老姐妹竟然在院子里聊了起来 此刻,屋子里只有我和孙大哥 我怀里抱着孙大哥的儿子 而孙大哥也一直不必闲地看向我 看得我心中一紧,有些不好意思 孙大哥的视线还像是灼热地盯着我不曾挪动 不知为何,我竟然觉得孙大哥是故意的 她看我的眼神明显带着一些难以言喻的暧昧 为了避免尴尬,我只能转过身去 院子里,婆婆和孙大娘进门 才打破了刚才的尴尬 婆婆进来后,一眼就看见我被对着孙大哥正在喂奶 这时候,孩子也吃饱了,满足地巴搭着嘴 迷迷糊糊就要睡觉 孙大哥从我怀里把孩子抱过去 粗壮的臂膀碰触到了我柔软的乳房 我没忍住闷哼了一声,但几乎没人察觉到 谢谢妹子了,要不是你,孩子,真是没饭吃了 孙大哥接过孩子之后连连感谢 没事没事,别这么客气 我也只能嘴上这么说着,带他们走后 婆婆原本笑呵呵的脸,瞬间变得严肃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说道 村里人相互帮衬是应该的,但是男女有比 你男人不在身边,更应该跟村里男人保持距离 不然外卖你的闲话满天飞 都等着看咱家的笑话呢 我,我知道了,我 点点头,刚才婆婆说的话 我都知道,也都认同,心里想着 以后确实应该跟孙大哥保持距离 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竟然不断地涌现出 孙大哥结实的臂膀触碰到我柔软的肌肤 那种感觉竟然让我有些心脏乱跳 像往常一样,我还是自己帮助自己 但每次自己帮助自己之后,总会觉得不尽兴 一日村里出了白事 一大早,婆婆便匆匆忙忙地起床出门 我也连带着一起起床 村里老白家死了人 我们都得过去看看 这两天你安心在家里开孩子 别乱出去溜大昂 婆婆临走前叮嘱我,我点点头 让婆婆也注意别太累了 村里人都是这样的 一家有事,八方之源 无论是红事还是白事 总要有几个老人过去守夜,帮忙 我对此倒不奇怪 晚上的时候看好孩子就行了 当当当当当当当 只是晚上十点 本来应该睡觉的时间 我们家的房门被人敲响了 我心里疑惑 这个时间会是谁呀? 谁?对方没有应答 谁呀?我又问一遍 是我,你孙大哥 孩子哭闹得厉害 家里人都去白事了 我这才抱着孩子过来的 确实门外有孩子的哭声 且撕心裂肺 我心中不忍 还是打开了门 孙大哥进来后 就坐在客厅里 我抱着孩子走进卧室,量酒 孩子吃了奶,终于不哭了 又开始眨巴着眼睛要睡觉 我觉得这孩子是真省心 吃饱了就睡 睡饱了就吃 此刻 孙大哥从门外直接退门而进 但是我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整理 吓得我赶紧捂住自己胸前 孙大哥,你出去 脆脆,咱们都这么熟悉了 而且都是结过婚的人 有什么好避讳的 你别这么敏感 来,把孩子给我 说着 孙大哥又上手 抱过自己的孩子 孙大哥嘴角一笑 把孩子放在床边 和我聊几天 你男人常年不在家 可真是委屈你了 这晚上要是想自己解决解决 肯定很难受吧 我老婆这几天也是需求旺盛 不过我一次就能让他满足 不知道你是怎么让自己满足的 我抬头看着孙大哥 他的眼中似有一波春水 看得我春心荡漾 但我不敢说话 我怕一说话 心里的寂寞更加忍不住 良久 我才故作正经的说了一句 孙大哥 时间不早了 你快点走吧 妹妹 你这是何必呢 孙大哥不知是不是看出了我的犹豫 直接上前抱住我 孙大哥笑着 继续说道 今晚不会有人发现的 大哥就当是满足你一次 行不行 孙大哥一边说着 一边把我推倒在床上 整个人压着我 但我已经全身太软 没有拒绝的力气 只能闷哼着 嘴里有气无力的说着 不 不要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孙大哥看了看我 说道 看吧 我是不是比你们家那位厉害 此刻的我欲望被发现完 已经恢复了理智 听到孙大哥这么说 也不愿意再附和 毕竟他不是我的男人 两人发生这种关系 本来就是让人不齿的 所以我没说话 只是让孙大哥离开 孙大哥离开的时候 还恋恋不舍 我在床上 脑海中都是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说不难过是假的 说不舒服也是假的 我恨死自己现在的样子了 明明想要给我的男人守住清白 却还是做了这种事情 但当我享受完之后 心里又十分的难受 我实在是搞不懂我为什么 等到老公回来 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我心中憋屈 不知道怎么发泄 最终落下了两行青泪 眼泪落下来的一瞬间 我想要控制都控制不住 谁曾想过 只不过是好心给孩子喂奶 最终却引狼入室 导致我背叛了自己的老公 一晚上 我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 婆婆中午抽空回来了一趟 说白家人定兴旺 但是事也多 什么东西都要人 比别人家都忙 她可能晚上也回不来了 我点点头 伺候婆婆吃饭 吃饭的时候 婆婆却看出了我的不对 你怎么了 怎么心不在焉的 是昨晚没睡好吗 我看着婆婆赶紧解释 昨天孩子折腾的厉害 我也就没怎么睡觉 哎 养孩子是这样 辛苦你了 等今晚过了 我就帮你看着哦 婆婆 相信我说的话 便顺着说下去了 等婆婆走后 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脸 照了照镜子 发现是憔悴了许多 或许是昨天晚上 太过难受的原因吧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要对丈夫一心一意 不做那种放荡的事情 可是昨晚 我竟然真的出轨了 且我的身体 并没有那么排斥出轨 我心里还是有些难过的 当晚 我抱着孩子睡本 以为能够睡个安稳觉 可是 孙大哥又来了 这次只有他 面对他的到来 我心里莫名的有一股欢喜和惊讶 但同时充满厌恶 你来干什么 脆脆 我来 当然是干咱俩的事了 你不想吗 昨晚我回去 满脑子都是你的羊流小妖 满脑子都是你的小细腿 所以今天又来了 你不会不愿意吧 我不愿意 你回去吧 昨天 就当我是鬼迷心窍 做出那种事情 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不能对不起我男人 你回去吧 我坚定地拒绝着 因为我不能对不起我男人 孙大哥看着我这样子 淡淡一笑 哎哟 翠翠 你知不知道你男人根本就没时间回来 你妙龄少女的年纪正需要滋润呢 你要是把我赶走了 以后可没有人满足你了哦 其实孙大哥这么说着 但我心里清楚 我不爱他 昨晚的事情也让我觉得后悔 所以我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你走吧 不然我就喊人了 我冷漠地说道 没想到孙大哥反而哈哈一笑 好吧 你喊吧 我最喜欢刺激了 而且我告诉你 有了第一次 就一定有第二次 你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了 说着 孙大哥直接抱住我 就要脱掉我的衣服 我吓得不行 惊叫连连 孩子被我的叫声吵醒 也开始哇哇大哭 可是眼前的男人 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滚开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 推开了孙大哥 孙大哥却微微皱眉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都得从了我 不然别怪我动手 孙大哥刚刚说完这话 院子里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 媳妇 你也不知道锁门 大晚上的多危险啊 是王建国 是我男人回来了 我大喜过望 孙大哥却慌了神 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 要是偷情被郑主抓到 那这两家人 谁也别想好过了 孙大哥是想和我偷情 但是也不是没有理智的人 所以肉眼可见的慌了 我知道 这事情被发现也不好 所以我就算在讨厌眼前的男人 我还是要帮他 于是我打开了窗户 从这出去 跳墙翻出去 以后再也别来了 男人看着我点了点头 也顾不得什么 我说了什么 一六言跳窗户跑了出去 我转身赶紧抱着孩子 因为孩子此刻正在苦恼 我正好借着孩子苦恼 掩饰心底的慌乱 媳妇 在屋里吗 王建国走到屋里 一下推开了卧室的门 见到我之后 赶紧上来抱住我 哎呦我的亲媳妇 你在家怎么不锁门啊 把我担心坏了 我赶紧调整神色 哎呀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过年才回来吗 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 我惊讶的问道 王建国嘿嘿一笑 在外面这么多年 想你 想孩子 所以不愿意出去了 我把工作辞了 准备在家里找个活 虽然赚的不多 但是能跟你们好好在一块 媳妇 我太想你了 王建国说着抱着我 眼角寒泪 此刻怀里的孩子也不哭了 我们一家三口 此刻的温馨者 王建国随机擦了擦眼泪说道 哎呀 男子和大丈夫 不应该掉眼泪的 媳妇你放心 我在家里已经拖人物色 好了一个活 赚的不少 还能配在你们身边 两全其美 我点点头 其实王建国回家 我心里也是开心的 毕竟这样 家里有个男人好办事 媳妇 你怎么把窗户开着呢 怪不得孩子要哭闹了 而且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家里的门也没锁着 你也太不小心了 王建国说着 把窗户关上 我有些心虚 随便敷衍地说了个理由 晚上 王建国看着孩子喜欢了半天 又抱着我亲吻 缠绵 已经很久 很久没有这么亲密过了 和王建国的亲密 也让我心中开心 因为这是我爱的男人 和他在一起 我才开心 一日我起来后 婆婆也回了家 一看见他儿子回来了 也开心得不行 吃饭的时候 王建国和婆婆一块说话 商量了以后的事情 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的和睦 对了 今天上午是大集 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我在家给你们带孩子 你们去赶集吧 婆婆主动提议 让我们去赶集 我心里倒是挺愿意的 毕竟老是带孩子 也没出去玩过 王建国点点头 也愿意跟我一块出去 走在大街上 大家看见王建国回来 都积极地打招呼 我拽着王建国的手 心里开心 建国回来了 昨天晚上 是不是翻墙进去的 我看见一个男的翻墙 还说是谁呢 原来是你呀 你说你也真是的 回自己家 还这么偷偷摸摸的 路上遇见一个邻居大娘 大娘随口一说 可是王建国却微微皱眉 看了我一眼 他并不知道什么翻墙 但也预感到事情不简单 所以当时没有发作 只是说着 昨天晚上回来的 但是是从正门进去的 大娘你是不是因为天太黑 看不清楚啊 怎么可能看不清楚 你那天穿的是个黑色挂子啊 是王建国 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但我知道 事情已经败露了 因为那天孙大哥穿的是黑色挂子 但是王建国回来的时候 只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 所以王建国现在应该知道 那天家里应该还有别的男人 说吧 王建国也不说话了 只是看着我 没多说什么 回到家里 婆婆看我脸色不好 问我发生什么了 但是我没说什么 转头问王建国 王建国也是一脸沉默 不愿意说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心中七上八下 生怕王建国情绪不稳定 直接发脾气 不过好在王建国没有 只是一连几天 都没有好好跟我说话 最初见面的新鲜也都没有了 我们两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各自一边 早上起床 王建国就找借口 早早的去上班 我偶尔出去买东西 也能听见一些村口大娘的闲言碎语 听说翠翠怀孕之后 找了个男人靠着 两人天天在家里干不要脸的事 什么 不应该吧 翠翠和建国两人关系不是不错吗 你懂什么 关系就算是在好 也嫁不住都不见面啊 翠翠又是女人 哪能没有男人当主心骨 找一个很正常 我还听说 那天建国回来的时候 那男人刚好在翠翠家里呢 后来翻墙走的 随后便是一群人的哈哈大笑 我听着这些话半针半假刺耳的疼 这几天积压的委屈一并袭来 直接上前指着他们骂 一个个的丧良心的 闲着没事干天天编排人 都是不要脸的老东西 我在村里一直是温温柔柔 不争不抢的性格 这次忽然冲到这几个老太太面前 破口大骂 把他们也吓了一跳 自然不敢再跟我说什么 都拿着板凳回家呆找了 我看着他们灰溜溜的走了也不甘心 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不知道该怎么发泄 天杀的贱人 就知道破坏别人的家庭关系 看不得别人家里过得开心 就知道脚舌头跟着我 总觉得骂得不解气 又扔了几颗石头 向他们离开的方向 但是我知道是骂他们也是骂我自己 骂我自己 为什么当初猪油蒙了心 竟然顺从了那个死男人 伤心是被提起 我买东西的心情也没有了 转身回了家 不过回家的时候 王建国正在卧室里哄孩子 见我回来了抬了抬头 也没说话 我一下子没了火气 不知道该说什么 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在卧室里 这样安静着 你偷男人了吗 什么 面对王建国的提问 我有些没听清 现在外面的闲话传的难听 什么事都有 什么人都说我只问你一句 你有没有偷男人 王建国说的云淡风轻 我知道 这是一直憋着没问我 直到现在才问我 我心里难受 但我知道不能承认 一旦我承认了 我的家就没有了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子没有父亲 我也是真心喜欢王建国 不想和他走散了 于是我迟迟没有说话 但是言中已经有了泪水打转 王建国看着我 说道 我只问你一句 也只信你回答的 你回答我 我笃信你 我看着王建国 良久 说道 我没有 建国 我爱你 我想好好跟你过日子 你回来我也是真心高兴 咱们以后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行吗 我没有承认出轨的事情 但是后面说的都是真心话 王建国看着我 点了点头 走到我面前紧紧的抱着我 说道 你说的 我都相信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这个拥抱 我等了好久 我知道王建国有自己的判断 但是他也是喜欢我的 也是愿意和我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这就够了 晚上 我俩抱着睡觉 都回忆起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甜蜜 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状况百出 甜蜜的时候我们都共同感受 争吵的时候我们也都难过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王建国抱着我 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我爱你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我点点头 这正是我所期盼的 即使我没有承认我出轨 但我不后悔 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们家 而王建国相信 我知道他相信就够了 不过 让我没想到的是 王建国第二天 一早就出门了 具体去做什么 也没有告诉我 只是快到晚上了 才被一群男人带回来 王建国一身酒气 喝得烂醉 这 这是怎么了这是 我担心地询问他身边的兄弟 今天王哥说自己刚回来 要喝酒 我们这一群兄弟 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自然是二话不说 陪喝了一顿 结果王哥中途说 叫个朋友过来 就是叫的咱们村那个孙大哥 孙大哥一来 王哥借着自己酒劲 直接把孙大哥打了一顿 我们几个兄弟想拦都没拦住 后来孙大哥挨打跑了 我们这才把王哥送回来了 嫂子 这两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矛盾了 王建国的兄弟问我 我一下子知道为什么了 于是摇摇头 让他们先把王建国放在卧室里 辛苦你们了 改天来家里请你们吃饭 我客气着表示感谢 几个兄弟摆摆手 这才都走了 看着床上喝醉的王建国 我心里五味杂陈 或许他什么都知道了 只是不愿意问我而已 王建国迷迷糊糊之中 拉住我的手 把我往自己的胸前带 嘴里还带着酒精的味道 说着 我知道是他 王八蛋敢欺负你的人 我不会放过他的 除了这次还有下一次 还有下下次 我把他打到滚出这个村子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颤 其实王建国知道 他都知道 只是没有对我说 也没有怪我 眼泪再次不争气的掉了下来 王建国伸手给我擦掉眼泪 别哭 我们会好好的 以后不会有人在欺负你的 你放心 以后我都在你身边 这件事情我也有错 我不应该让你自己在家里的 你肯定很害怕啊 我抱着他 他也这样紧紧的抱着我 万幸 我当初没有选错人 后来 王建国也确实做到了 因为我有时候出门见到孙大哥 孙大哥总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你看就是被人打了 但是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又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 大概半个月后 他去外面打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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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